台南登革熱疫情嚴重 40名國軍化學兵一字排開全副武裝 到民宅內噴咬消毒 屋內每個角落都不放過 客廳 廚房 廁所全部都清消 台南登革熱累計到5號 確診人數已經達到190例 範圍擴及7個行政區 台南市府緊急設立一級指揮中心 加強防疫 文字很多 在日本大家的心裡就比較 不會那麼擔心啊 高雄警鄰台南陸續傳出登革熱案例 環保局一早出動清消 但有網友抱怨 如果假裝不在還會被罰5萬 真的不在就早鎖匠抄你家 這是真的假的 話題引發討論 網友回應早就這樣了 強制噴藥 公共衛生安全你憑什麼拒絕 如果登革熱從你家出來 你要負責嗎 闖門太硬了吧 有點誇張 不會擔心啊 這樣不合理啊 就是說主人不在的話 你進來的話本來就不太好 我覺得要配合一下啦 因為這個是登革熱大家的 維護大家的身體健康啦 我們會請里長幫忙再聯絡 真的完全聯絡不上的話 我們會開鎖 高雄衛生局表示 如果消毒期間民眾不在家 依法執行會匯同警方和鎖匠 強制開門噴藥 因發部分民眾抱怨 只能請民眾多多見諒 畢竟誰都不想登革熱 出現在自己家 這談談高雄 綜合報導